情况听话的 中国巡防艇慢慢靠岸 日前滞落在中国的无信调课 终于回家了 在海中进行交接仪式 两岸海巡也礼貌的握手致意 无信男子二十三号下午 在海巡的陪同夏终于返回台湾 妈妈等这一刻等了好久 一早就迫不及待在港边等候 看到儿子平安归来 立个上前将他紧紧抱住 这个大陆那一边的帮忙 很感谢他们 谢谢这次这个大陆这边 师叔相当的这个善意 那个海上营救了我们的乡亲 然后在大陆的柳治期间 也对他们有做相当的这个照顾 然后也很顺利的 让我们的乡亲 我先回来 然后船也一起回来了 对对 专名四十岁的无信男子 十七号和二十五岁的无信男子 乘着波特船一同出海捕鱼 因为遇到大物迷航 被中国海警救起 滞留在中国 几经波折一直到二十三号 终于先将其中一人送回台湾 另外一名胡姓男子 因为具有军人身份 目前还在进行 核实身份当中 无法跟着返台 那对于上位回来的民众 那我们会继续跟对岸 相关部门保持联系 那尽早接回 那与家人团聚 还没能够返台的胡姓男子 虽然一直都有透过电话 与家人报平安 但是家属还是希望 能够早日见到宝贝儿子 一早就守在港边 只是希望再次落空 失落神情全写在脸上 现在新闻业绩好黄诗涵金们 采访不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